在1970年,有一个电视节目启播 改变了无数人对信仰的看法 权能时间 这个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要高兴、欢喜 特别播放萧律帕博士的时工 教导新一代,透过神的爱 你的伤痕能够转化成星光 这个意念就开始了当时 最受欢迎的例子电视节目 今天,权能时间继续使命 以新的声音,启迪新一代 当你想靠神,没什么能阻挡你 萧维帕博士要鼓励你 他的信息能够给你人生有新的视野 无论你的境况是怎么样 面对什么障碍 一小时是你的权能时间 各位朋友早晨,欢迎收看《权能时间》 和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 香港人在今年经历了严峻的疫情 除了我们一起面对困难和忧虑之外 也都看到很多人付出爱心 将他们的最好献给香港社会 所以,我们特别为你制作了 《权能时间2022香港特輯》 各位《权能时间》的观众,早晨 又来到我们《权能时间》一年一度的特辑时间 而今年我们的特辑 我们选择了一个主题叫《爱满香港》 在约翰一书3章18节 他是这样教导我们 他说我们伤外非要只在言与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大家都知道经过了两年纪疫情 很多市民都身心疲憊 有很大的挑战 无论是经济、社会 都出现了很多的冲击 但我们感谢神 香港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我们看到无论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 政府、慈善机构、很多市民 都很熱心地向社区表达爱 送出很多物资 去探望有需要的人 提供很多支援 可以说不同的专业 都做了他们要做的工作 而今天我们《爱满香港》这个特辑 有请来了多位的第一姐妹 分享他人生的经历 究竟在他身上神的爱 如何能临到他们 他如何能将爱 带给他身边的人 如何有神的爱 令到生命不再一样 圣经说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而耶稣基督降世 其实将他的爱给了我们 所以基督徒也很想用爱 去服侍社区和身边的人 在接近访问里面 我们一定会访问很多 不同背景的基督徒 他们有牧司 有跡场的第一姐妹 有演艺界的朋友 有教育界的朋友 亦有很多做社會服務工作的朋友等等 他是透過他們的工作 將整個愛表達出來 亦讓愛成為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但願我們在離境的特輯當中 一同分享他們愛的經歷 多謝 我們的分享嘉賓有 香港聖工會教省主教長陳歐明大主教 胡良利集團控股有限公司集團主席 世界關愛慈善基金創辦人胡劍江先生 中國基督教報道會總會榮憂總幹事羅錫堅牧師 香港基督教會孫道堂唐主任陳淑娟牧師 佛稅女書院校長劉近麗娟女士 基督教牧外會監獄事工總幹事楊學明牧師 香港著名女歌手 2012年香港十大傑出青年 燃爛生命慈善基金創辦人 關心賢小姐 康業控股有限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 康政委太平新市 2022年香港中學文憑市呂藏元 焦彩日同學 2012年香港十大傑出青年黃祖嵐先生 飛躍網路國際董事林爾諾牧師 庫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馬時鏗教授 權能時間2020香港特輯外滿香港 今天的分享嘉賓是香港聖工會教省主教長 陳歐明大主教 大主教曾經經歷兩次喪子之痛 但他仍然堅信上帝的大令 他教導我們要實踐聖經的教導 用愛心互相歡容 用和平彼此聯絡 稍後在節目中 陳歐明大主教會分享他的見證 在聖經創世記第五十章第二十節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成就今天的光景 今天 燒彩牧師的信息是 堅持神所賜的夢想 今天我們身處的世代 充斥著名語 金錢和批評 很多人只關注別人的評語 因此 我們便會在人生中 錯失神給我們的夢想 但 正是小偉伯牧師勸面我們 去追求神賜給我們的夢想 而不是去取悅人 並且 預備自己 要面對 善念 受苦 和被背叛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成就今天的光景 我們需要學習 成就今天的光景 我們的節目是相遇廣播 如果你的電視機是有禮音設備 你便可以選擇收睇全能時間 以英文原聲或廣東話配音 成就 , 董燭 耶和華僧 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早晨 早晨 你好 独房的朋友和教会的家人 很高兴可以和你一起 你知道吗 耶和华拉法指我是 医治你的主 哇 神正对着你说 你是蒙爱的 是 我确信神 今天要对你说话 特别如果你感到沮丧 今天想要得着鼓励 我确信圣灵今天要在祢生命里作大事 所以我们以祷告开始 天父 非常感谢祢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主啊 祈求今天我们能得着 从祢而来的赦免 借着祢定身受死和復活的爱子耶稣 帮助我们 主 行在祢的道上 活出对祢的信心 今早早 为人得着信心和盼望的宵冠 肯切祷告 奉耶稣圣命祈求 阿们 阿们 请令转身和身边的人说 神爱祢 我亦都爱祢 阿们 预备今天的信息是 《创世记》五十章 十九至二十一节 约失对他们说 不要怕 我岂能代替神呢?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要使许多百姓得以存活 成就今天的光景 现在你们不要害怕 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孩子 于是若身安慰他们 讲了 使他们安心的话 阿们 阿们 各位权能时间界观众早晨 我认识了你多一段时间 和你聊天 沟通 交流 在你身上 我很有得着 觉得你在上帝的经里是很丰盛 可否说给我们听你是怎么信主的 好 多谢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很幸福 我是第三代基督徒 我的儿婆 叔公 他们第一代 他们主要在国内 后来就是我父亲他们那一代 接着我是第三代基督徒 我也很感恩 因为从小到大 我活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 而我也在教会学校 幼稚园 小学 中学都在教会学校读书 可以说是整个信仰的氛围 是伴着我成长 我想这个对于我来说是重要的 在小时候 无论是回主日学 和家人一起回到礼拜堂 觉得很开心 那种开心 不是只能玩的开心 而是感觉到 我们相爱 看到爸爸妈妈互相相爱 看到在教会里面 帝英智慧 对 我们那些uncle auntie 他们互相相爱 让我知道上帝就是在那里 所以这个我想对我成长里面 我这个经历 在小时候的经历 可以是打了一个基础 让我在主义的徒当中 来到成长 那就是说你是在爱的分途之下成长 是的 是充满了上帝的爱 所以你这样经历 但是会不会太顺利 没有什么特别的经历 而令到你会不会 纯粹是一个因为家庭的信仰 而你成为了是你的信仰呢 我想在小时候 信仰对于我来说 不是一些知识那么简单 虽然我有上主义学的 是的 我有上主义学的 我想更加是一个关系 譬如看到牧者如何对教友 或者对他服侍的人 我很记得那时我回那个堂 有一晚 应该是晚堂之前 当时那个圣堂 是有一些工友宿舍的 记得有一个工友 就是膝盖受了伤 那时牧师跪在他面前 和他的膝盖擦药膏 这个影像 我到今天 我都忘记不了这个影像 我觉得在这个牧者身上 我看到耶稣基督 对 是关系 我发觉原来 我们一直成长的时候 那个关系是重要的 就是我们和父母的关系 和兄弟姊妹的关系 我看到信仰是一种关系 是 同意 是一个爱 是的 是一个爱 跟家人 跟兄弟姊妹 跟同学 跟教友的相处 看到爱在那里 而爱 就是能够战胜了 我理性上很多的不明白 信仰一样 是 我们未必立刻明白 但是我们随着我们的经历 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 我们慢慢会体会到 或者我们用dap的字 dap到信仰一种的甘甜 就是愈dap愈有味 没错 你说得很对 感谢主 所以做父母 不要想着他小时候 不懂 其实应该是最多经历 建立人生价值观最重要的时刻 同意 那你成长的过程 那你后来有没有遇到一些其他的挑战 令到你都会有一些冲击呢 我自己呢 如果问我 在看我过去的人生历程 我想有两次 我失去了我儿子 这个是很痛的 这个是很痛的 当时第一次 就是1991年 当时我在英国 刚刚完成了神学的课程 第一个儿子在英国出生 出生的时候 他就有个意外 出生就有个意外 在世界上是九天 他就回了天家 在那一刻 我很多的不明白 真的很多不明白 虽然你说我已经读完神学 是 预备踏入木職 预备去做上帝的佛人 是 但我都是很多不明白的 不过在那一刻 我就很感觉到 上帝的爱是多么真实 是 因为当时已经是暑假 有同学 已经是去了很远的地方 木会 特意回来探我们 有我们神学院的老师 由头到尾 在院陪着我们 我看到那一刻 这就是上帝让我们 跨越这些困难的方法 原来很多事很有趣 神就是用人的爱 来彰显祂的爱 用人的体量 来彰显祂的体量 也让我看到 将来在我的目的里面 我都要用这个方法 来到彰显祂的爱 祂的伟大 祂的公义 祂的信实 第二次 在1993年的时候 我第二个儿子出世 是 当时一切都好像很顺利 但是他出世之后 只有几天 医生判断他 有一些很严重的先天性疾病 特别的心脏有很多问题 当时医生的判断 他这些情况 在一般的婴儿来说 只有一年的寿命 在那一刻我又再一次 有一种很熟悉的哀伤感 出来了 或者很熟悉的忧虑出来了 刚刚两年前试过 现在又要试 第二次的经历更加深 因为更多的喜与跌 刚才我说 当时医生的判断 他一年 实在很奇妙 他在一岁左右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在香港当时 没有技术做到的心脏手术 就是当时在澳洲做的 他出院那天 就是他一岁生日 这时候我们觉得 好像一岁是他的大限 一岁就是他出院 我们可以和他回到我们住的地方 来到他一起 是有我们家庭的天伦的时间 一路之后 其实这个经验 对我来说 就算跟我太太和家人来说 都是一个很深的经验 就是看到上帝的信实 他听我们祈祷 还有实在当时 我是感觉到的 我其实为何感觉到 那是祈祷的力量 原来当时我在沙田一间的堂 凌峰堂的木会的时候 原来在我这位第二个儿子的手术期间 原来很多弟兄姊妹那天 禁食祈祷 就是为我们祈祷 他们没有告诉我们 但是我们这种祈祷的力量 支撑着我们 这个我们解释不到 到后来我们回到香港 我们才知道 我们很感动 其实我觉得这些就是 看到神的真实 祂在这个位置里面 祂就派遣天使 跟你一齐陪你一齐 Amen 到后来 因为始终 他的先天圣译 都是很多不同的 很复杂的情况 到他差不多八岁的时候 他都离开了我们 但是我相信上帝有的时间 因为他离开的时候 我们第三个儿子 就是他的弟弟 出生了大概半年 没有半年 其实是几个月 好像上帝已经派了一个儿子 给我们 陪伴我们 他就可以这个儿子 第二个儿子 安然回到他的天间 尽附有怀侣 也是不容易过的 是的 但是 这个经验 也让我更加能够 在我的目的上 是同仁同行 因为实在今天 现代世界里面 虽然 你说医学发达也好 科学昌明也好 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父母 都经历过 我们之前都不知道 是我们经历过 才感觉到 很多父母都有这个 喪子或喪女的经验 当我们和他们同行的时候 我们更加能够了解 不只是了解 是感同身受的 一起走这条路 走这条路的过程当中 都是帮助我自己 治愈我内心的藏伤 但是在你来说 其实是不容易走的 不容易走的 不容易走的 但是神就和你一起走 是 是 有没有信心软弱的时刻 实在都有 虽然你说 哇 你是牧者 为什么你可以信心软弱 你说问七民上帝 你有没有呢 有 虽然面对这些困难 对 但是我又觉得主要给你 另一个小朋友 哈哈哈哈 是不是 他如果这么说 他现在都很大了 是的 他很大了 他刚刚今年大学毕业了 哇 感恩啊 时间都过得很快 是 我听说他也很爱主的 是啊 是啊 他都在教会很热心的 我们很感恩 是 其实 对于自己的言类 如果我们觉得信仰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我们都觉得 他有 基督的信仰 是 是他生命一生的 祝福 好过他有其他 所谓的财富 其他 最好的传承就是 主要祝福 是的 没错 所以我们说一生最尾的祝福 就是 一生都是恩典 没错 我经常跟一些年轻夫妇说 要很紧 祝福小孩 由零岁到青少年階段 尽量给他一个好的宗教环境 让他在基督的氛围当中成长 他这一世都不会离开基督 这就是最有福的 是的 所以我也鼓励我们在节目中间的弟兄姊妹 将你的小朋友带到神的面前 没想到他小时候 不认识 好像主教说 其实呢 在他童年 去到青少年 在他建立最美人生的阶段 当他在那时有了着数 就是道路 也不偏离 对 对 我很感动 我都流眼泪 我心里面都流眼泪 很感动 听我的建议 而且你这样的坚持服侍主 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很感恩 主教呢 你是很年轻的主教 多谢 多谢 你是去年就做了圣公会的大主教 在未来的日子 如果用年纪计算 我相信你 我估计你应该都用十年八年的服侍 你会怎样再带领聖公会 和服侍聖公会的圣徒 甚至香港 以至其他地方的基督徒 能够一同的再去 在神里面的成长 因为聖公会 我说一句 聖公会有很多很好的服侍 包括你们在全福音方面 甚至在教育 你们做了很好的学校 社会的服务又做了很多事情 香港其实 过去的开埠以来 到现在的百多年 真是贡献量多 多谢你的赞赏 其实我们看教会的使命 跟2000年前耶稣所说的 比教会的使命一样 我想2000年教会所做的 我们今天是承计过去2000年教会的工作 以及要将这个工作预备交给下一代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耶稣给的大使命很简单 看来很简单 在福音书中 祂说你们要去普天拿传福音 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 将祂的教训 教训其他人 祂就常与他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没了 这句话很多时候我们都很熟 但其实里面不是那么简单 要去第一 是我们主动的 要为他们施洗 其实是要改变他们的生命 施洗不是只是一个圣礼 一个圣事那么简单 而是改变人的生命 有时我们在过去的教会历史里面 我们都知道 有时教会也不让耶稣同在 我自己的 agenda 我觉得我们教会要走回去 要让耶稣跟我们同在 那我们教会才有一种生命力 来到今天的社会里面 面对今天的现代人 能够给到他们的一个信息 这个很真实 在我自己的目的经验里面 其实你要人信主不难 你要使力也不难 但要他做一个门徒 有质素的门徒 就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们整个教会 或者每一个人 需要我们 要跟上帝走回 父和子和女的关系 我们可以称他为阿爸父 所有人都知道 如何荣耀他 是我们生活得好 是我们互相相爱 互相体谅 互相服侍 互相丰富 这样就是能够荣耀我们的上帝 是 很多时候我担心 就是我们今天教会 我们讲很多很美丽 很好听的 亦都是很对的 信息 不过如果没有了我们这种行为 我们真真实实 活出来 活一个福音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福音的传播 是打了折扣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 我们未来的日子里面 特别我们面对现在香港的环境 或者整个世界的环境 一个建拔奴章的世界 一个互相对立的世界 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 我觉得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一定要活回另外一套的生活方式 就是我们 纵使真的有的看法不同 有的价值观不同 有的背景不同 不要紧要 就是大家 珍惜我们在主内的友谊 珍惜大家的真诚 这样的时候 向世界表明 其实我们人类是有希望的 因为彼此相对是从神而来的 正确 正确 安德鲁 你是去年年初正式做大主教 但碰巧这两年疫情很严重 特别是两三年 你可否告诉我 在这两三年的牧羊 你面对什么挑战 你又如何去服侍 你们教会的圣徒 我想在疫情当中 我们也有很多学习和反省 我想凡是每一件事 都有它正面那边 有它负面那边 我觉得基督徒 可以多从积极性 和建设性那边去想 我看到疫情当中 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 虽然我们见面少了 但是更加珍惜 能够有这个团契的机会 我这个感受很深的 我觉得这个疫情 亦给我们一个警惕 我们人有没有好 做好我们管家的责任 我相信这个 我们要在神面前 是深切地反省 因为如果我们再这样租太大地 这次疫情过了 很快就有第二次 而且更加我们觉得 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要建立得更加密切 因为我们发觉 就算你这一区域的疫情 摆平 第二个区域 你不帮它 它又走回来 就是你不能够独自享受平安 独自享受健康 不过这个又是说回 又是说回你所说的爱 在疫情时 基督徒更加要将神的爱 带给社区身边的朋友 我还记得 Angelo 你也有份 有三百多位的牧者 和基督徒一起去联署 鼓励全香港的基督徒 一起去用爱心去服侍社区 服侍身边的朋友 还有纪念前线的工作人员 医疗团队 给政府有智慧去服侍等等 这个我觉得 基督徒要在最困难的时间 基督徒站在最前线 将神的爱带出来 才是让人感受到神的爱 我还想说一点 就是我们发觉 因为疫情的缘故 我们多用了社交媒体 我发觉原来我们的关系 是可以打破地域的 是的 这个我们是感恩的 原来发觉地域 都不能阻隔我们的团契 是的 所以很多教会在网上传福音 是的 甚至去到很远也行 是的 这是一个新的模式 是的 当然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一起有肢体的生活 有团契的生活 但是如果真的有环境影响 也可以透过网上 没错 你都去传福音乐 也去交流 也去交通 我们有个祈祷会 每一个礼拜都有一招 就是网上祈祷 还有几个牧师 Angelo很感恩 你的见证非常好 鼓励我们 多谢 主教 还有哪些心里很喜欢的圣经 你可不可以鼓励我们 让我们来学习 多谢荣耀兄 这是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 特别是过去这几年 我们看到香港的情况 也看到世界的格局 就是在《马大福音》五章 43至48节 耶稣说你要爱你的仇敌 以前我们在做基督徒做得久 觉得爱仇敌耶稣的教导 但是真的要实行起来的时候 就是绝对不容易 耶稣叫我们仇敌都爱 接着祂告诉我们 上帝降雨给好人 又降雨给坏人 给阳光好人 又给阳光坏人 接着耶稣说 你们要完全 好像负完全一样 我觉得耶稣真的很厉害 祂不单止将旧约以前的律例 以眼还眼 以牙还牙的规律 他也给了一个挑战给门徒 这个挑战也是今天 仍然是有效的 这个挑战 我们仍然在这个挑战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是跌倒的 爱仇敌 不要说爱仇敌 有时候我们自己人 意见不同都已经不爱他了 是的 我觉得今天我们要 将这个世界 由这个对立的深渊里面 拉回来 我们就是要学 认认真真地实行 彼此相爱 学习来到 互相 一起的 我们叫做和而不同 所以圣经教导我们 就是凡事 謙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相欢容 用和平 予此联络 予此联络 这次合而为一的心 我觉得今天真的非常重要 特别在今天的社会 今天我们的基督教世界 如果能够让爱去拥抱 这个我们觉得是最美好的 最合神的心意 因为神是爱 所以人家见到我们被伤害 就知道我们是神的义女 朱教育 刚刚我访问你这个时间 今天我们播出来的时间 就是十月一日 是我们国家的国庆 今天也是我们香港回归十五周年 你有没有些说话 可以鼓励一下 或者祝福一下我们的国家和香港 好的 多谢永奇兄 其实我想我们要很感谢上帝 给我们民族 我们的中华民族 是有很深远的历史 和很深厚的文化 也在这个文化当中 引用出很多 其实和圣经的教导很相似的智慧 其实上帝给我们香港很多的音典 在过去 就算是1940年之前 其实我们是一个很美丽的渔村 其实我们爱我们的香港 或者爱我们的国家 爱我们的民族 我觉得是天经地义 也让我们特别有信仰 因为上帝的缘故 我们爱我们的民族 爱我们的国家 爱我们的城市 将这一份爱 就在我们生活中彰显出来 阿们 不如你为我们祝福祈祷吧 好的 好 或者我们都同心祈祷 我们为了我们的国家 为了我们的城市 我们充心献上我们的祷告 好吗 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 你赐给我们有美好的山河 也有很深厚的历史 以及文化 我们为了你给我们中华民族 这一切的礼物 我们献上感恩 在今天我们庆祝国庆 也是我们香港回归25年的第一个国庆里面 我们恳求你赐福我们的国家 让我们有澄明的政治 让我们有互相相爱的文化 也让我们能够在土地上有美好的出产 我们都将我们这个民族 我们这个国家 我们这个城市 特别我们的香港 我们交上在你手里面 愿你的爱亲临我们当中 让爱去拘除我们的怀疑 让接纳去拘除我们互相的猜忌 好让我们的民族 能够成为你所喜爱 能够彰显你的美善的民族 我们的香港能够彰显一个 在你心目中和而不同的美丽的城市 再次将东方之珠 以及狮子山下的精神 在我们的生活中表彰出来 我们求你祝福我们 让我们能够有勇气地 继续奔跑我们的人生前路 将你所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 能够彰显 我们的祷告奉基督圣明祈求 Amen Amen 很高兴啊Handrew 多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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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将来有机会 我们再邀请你来 好啊 再分享 你还有万万长路去服侍 当跑的路甚远 互相彼此代土 彼此代土 住在你身上 我想有更多的托福 将和你的分享 我想有更加丰富 更加感动 多谢 我们跟权劳时间观众说再见 好 多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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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我所成就的 我不是我所拥有的 我不是别人所评价的 我是梦神所爱的儿女 这就是我 没有人能夺去这身分 我不必忧虑 我不须匆匆忙忙 我信靠我的恩友耶稣 并与世人分享他的爱 多谢 各位清楚 好 今天我们想谈论这个字 可能对某些人来说 是陈康濫调 很可悲 我其实想说的是做梦 我是很认真的 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有人曾经说 我们经常做梦 我们清醒和睡觉时都会做梦 如果你留意一下 真的是这样的 每天做梦是重要的 时刻在我们的想象空间里面 这是神赐的礼物 这是神赐给人的创造力 所有美好的事物 都是来自想象力 对不对 是来自美善的人 在日间或夜间所发的梦 真的 你知不知道 一切是由优秀的建筑设计而来的 我们生活在享受的东西 以及所有发明和科技等等 都是似于某一个人的意念 是由某一个人开始梦想和思考 是真的 差不多每一件好事 你看不到几百次的失败 未能成功 然而 我们印育出一个梦想、思想、人生 可以是怎样的呢 这是很重要的 建立你的梦想 梦想会建立你 各位 是真的 我是这样相信的 如果你能掌握这一点 在这个太主仲被欣赏 有声誉的世界 一个充斥着赞好、分享、评语的世界 靠张扬自己美德 博取必然的认同 确保你做的事 会被你加入的群组接纳 如果你能掌握这一点 无论你有什么梦想 都是一份礼物 但是以下在耶稣给我们的劝勉 记得他曾经说 你们就有福了 人若因我欲骂你们 迫害你们 捏造各样坏话 毁谤你们 为什么 要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很多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人亦如此迫害他们 他在说什么呢 你不能既出色 有期望 所有人都喜欢你 或者认同你的梦想 或者认同你使用时间的方式 或者认同你的白日梦 你会被人说闲话 但是我想鼓励你 如果你心中有梦想 而你经常被人批评 那又如何 那又如何 追寻神 像你的梦想 比起祂讨好 别人是好得多的 我们需要更多 像你这样的梦想家 我们需要梦想家 别人不能帮助的 但是思考一下 事情可以如何 再说一次 如果你建立梦想 梦想会建立你 如果神能够藉着耶稣 去做祂想做的事 以及祂透过门徒行的神迹 和医治 祂都可以透过我去做 梦想总是这样的 特别从神以来的美好梦想 如果你建立梦想 梦想会建立你 因为你有原因 成为更好的你 我们都想成为基督的门徒 但是有时我们忘记了 不是你应该成为门徒 而是这是个好中谷 如果我们希望达成梦想 如果我们想过精彩人生 成为门徒 就是我们进入梦寐以求的人生的途径 虽然不是完美的人生 而且会有苦难和挑战 神是透过门徒身份 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 我们不会以为永恒生命 只是限于天堂 是呀 是天堂 但是现在已经是永恒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 是神生命的质素 不单止是指长久 神是个梦想的神 祂次人梦想 全部都记载在圣经里面 所以我们经常用这个字的原因 你人生里面会有些破坏梦想者 是有这些人的 我们是需要学习这样说 那又怎样 我们是不用跟他们断绝来往的 当他们批评的时候 只需要这样回应就好了 那又怎样 不要忘记 神放在你心里的梦想 会建立你 虽然梦想未必能实现 很多时候会这样 但是梦想给了你去建立自己 和人生的理由 因此让我们重拾梦想 是时候再梦想 各位 再一次梦想 旧日里面有很多梦想家 神的梦想是救赎这个沉沦的世界 被战争、邪恶、暴力和各种问题破坏了 神要差派和祂有弱的家庭 进入这个世界 去救赎这个世界 透过圣经和最终祂的儿子耶稣 故事由一位叫阿伯拉罕的人开始 神似阿伯拉罕的一个梦想 阿伯拉罕你是一个老人 但是猜一猜 我是个行神职的神 我似你的这个梦想 你不单只会有一个儿子 你的后裔会更多 你的家会成为大国祝福这个世界 祂真是在夜晚带阿伯拉罕去旷野 神与祂同行 指着夜空对阿伯拉罕说 观看天上的星星 举头看着清澈的夜空 天空变得越来越光亮 因为你双眼色认了黑暗 你会见到流星和几百万粒星星 那些只是我们肉眼可以见到的 神向阿伯拉罕说 你的后裔将要比星星重要多 圣经说 阿伯拉罕相信神 神就以此算祂为义 保罗经常以此提醒我们 要相信神 切你的梦想 是美好的事 使你在 神 宝座前面 得清为义 只需要说主 我信靠祢 阿伯拉罕肯定不是个面面俱原的人 在很多方面并不完美 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谈论这个人 但是他得清为义 因为当神切他的梦想 他心里深信不疑 要坚持啊 朋友 我会帮你达成梦想 这是今天给你的信息 在现实 事情好像一团糟 但是神在幕后正为你作工 故事带出了约室 讲圣经的梦想 不可以不说约室 对吗? Any dream will do 当约室十七岁的时候 在十一个兄长当中 他明显是最得重的 嗯 雅各在各方面清楚表示 而约室是他最喜爱的儿子 其中一个方式 当然就是给他那件 传统的神奇彩衣 代表恩慰和祝福的华丽长袍 更甚的是 约室的样子很英俊 圣经更说他英俊 和有一副好身形 所以他的兄长们 对这个弟弟 是非常质道和反感的 最后令他们无法忍受的 是神给约室一个梦 圣经说 当他和他的哥哥 讲这个梦的时候 他们是非常恨他 是呀 很恨他 但我认为 这只是我的想法 我认为约室是不知道 他的哥哥 原来是这么恨他 之后他又发了另一个梦 他说 哥哥 我把梦境告诉你们 我发了另一个梦 他的哥哥就说 我们不想听 来吧 你们喜欢的 当这件事发生之后 变成了道火线 之后 父亲 派约室去找他哥哥 回家吃晚饭 他们在很远的地方 当他走近的时候 他们见到他 就同谋害他 他们说 杀死他 受救了 让我们杀死他 其中一人 我相信是里面 他就说 等一会 为何要杀他 不如利用他 赚点钱 于是 于是 他们就把他 买了做奴隶 他们拿了 他的脖子 塗了血 以及撕破他 把脖子交给父亲 他们就说 他被野兽吃了 一段长时间 直至这个故事完结 父亲雅各 或者现在称为以色列 当然 是非常哀伤的 约室的人生变得更艰苦 他被卖到波提佛的家 他是埃及的官员 那时候埃及是强大的国家 对 很快 约室就被重任 因为他很有才能 波提佛让他管理各样事务 想一想 约室 约室 大约二十岁的年轻人 很英俊 波提佛美丽的妻子 看中了他 他想和约室同层 和他一起 约室是个正直的人 那女人试了很多次 终于有一天 波提佛外出 他的妻子就想尽一切办法 想和约室同层 但是约室是个正直的人 经文记载这个故事 他是逃走了 他直接说 不行 因此波提佛捉了他 把他关进他的牢里 但是即使在那里 约室仍然是蒙福 成为监狱长的管家 管理监狱 好像他在什么地方 都蒙恩得福 故事最终来到 两位为法老办事的人 他们两个都发了个蒙 施酒掌告诉约室 他的蒙 约室就为他解蒙 他说 事情的确是这样发生 施酒掌被杀 施酒掌被杀 施酒掌回复原职 但是他离开之前 有时跟施酒掌说 不要忘记我 请你记住我 在法老面前提起我 但是施酒掌如何 他复职之后 完全忘记了 过了很多年 法老发了个奇怪的梦 又是关于梦境的 知道吗 这个怪梦是关于 干受丑陋的牛 吃了肥脏的牛 身后的碎子 吃了肥大的碎子 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有智慧的人 能够为他解蒙 这个时候施酒掌想起了 哇 有个男子 叫做约室 快去找他 约室跟法老说 主人 耶和说要向你显示 将有七个蜂蜜 接着七个蜂蜜 你现在作好准备 很快就会发生 法老见到神的灵 在约室里面 就赐他权力 他就成为全安及的宰相 到故事的尾声 当饥荒来到 约室已经治理了国家 很多年 他的哥哥 终于来到他的面前 不知道是约室 他已经有另一个埃及的名字 约室开始哭起来 他们就和好了 这就是其中一个精彩的故事 约室哭 他很爱他的兄弟 他又把父亲带回来 有这句名句 我会读给你听 今早上海拿读过 但请记住 约室告诉他们 不要害怕 你们以前想害我 但神愿是为了成就 今日美好的旨意 为要保存圣明 这是神似的梦 朋友 这是神的梦 我不认为约室梦见和家 向其他和家下拜的时候 会想象到自己成为埃及的大神 对吗? 但是神知道的 似乎他经历被出卖和每一件坏事 他当时都不知道 但是其实是在这里锻炼他 救活千万人的盛名 他怎么也想不到 所有被出卖、苦难、欺骗 都是预备他这一刻 可能你现在正在经历的 就是神想利用那一刻 将你塑造成你应该成为的人 像耶稣那样的人 平安 一个有平安和有能力的人 那就是他所做的 没错 是有建设性的批评 但是请放下 专注在神刺利的梦想 只需要做正确的事 忘记其他事 好吗? 第二 我们要学会神的梦想 需要时间成就 神不是微波炉式 立即成事的神 若失人生的故事很漫长 他十七岁时被卖为奴 三十九岁时 和兄弟重新和好 那是一段很长时间的努力和苦难 没问题 神会补偿你的经历 祂会的 但是在这一刻 在过程中 你要信靠祂 相信祂会引领你到祂 想你去的地方 好 最后 神经常将悲剧变为得成 我们停一停 记住这句话 即使是死亡 也不能够战胜我们 天堂是真实的 那个故事 神会将悲剧变为得成 是否一个美善的神 祂太好了 祂也会这样扭转你的人生 朋友 祂会这样做的 但是你要坚持 要坚持 要坚持 如果神给你一个梦想 祂会的 撒旦会使徒破坏你的梦想 但是全部都是歪理和气控 我们在基督徒生命里面 与仇敌的争战 就在这里发生 一成在外面 其余九成在你的思想里面 所以耶稣说 你要尽心 尽性爱主 然后祂将尽意 代替尽力 你要尽心 尽性 尽意 爱主你的神 你思想在上 亦都要爱主 思想 是推动 行动的力量 所以 我们训练自己的思想 说 我要尽性爱主 我侍奉的神 是能够将悲剧变为得成 祂会这样扭转你的生命 你的梦想 如果是从神而来的 会赐福给你 以及建立你 成为好人 因此只需要相信梦想 我希望你得着鼓励 以及知道圣灵 在这一刻 正在你的生命中作供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一生信靠你 我们再次相信 祈求天父你再次我们梦想 你会开始在我们里面 如果你对约失所作的 不但建立梦想 亦是品格 就像耶稣的品格 感谢你逃造我们 成为更坚强 有盼望和有爱心的人 以及帮助我们爱的 和我们观点不同的人 对他们忍耐 爱是恒久忍耐 我们感谢你 奉耶稣圣命祈求 阿们 现在愿主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主 使祂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主 向你仰念 赐你平安 奉圣父 圣子 圣灵之名 阿们 多谢你收睇全能时间 和对我们的支持 在《圣经创世记》第五十章 很多人只关注别人的评语 因为这样 我们就会在人生里 错失神给我们的梦想 但是 小伟范牧师劝灭我们 去追求神赐给我们的梦想 而不是去取悦人 并且 预备自己 要面对试炼 受苦 和被背叛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也就是 成就今天的光景 我们需要学习 《旧约圣经》里的阿伯拉罕和约瑟 神赐给他们梦想 他们坚忍到底 因为神在背后 为我们成就事情 到最后 当我们建立梦想 梦想也会建立我们 所以信靠神 并坚持神所赐的梦想 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成就今天的光景 下个星期的分享嘉宾 是胡良利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集团主席 胡健江先生 请请收看 全能时间这个例子电视节目 每个星期在无线电视明珠台播放 逢星期六的早上十点钟 和星期日的早上八点钟 你也可以在网上同步收看 MyTVSuper 或是www.hourofpower.org.h 多谢你收睇 神爱你 下星期在无线电视明珠台再见 请下星期再次收睇 《小卫柏牧师》 要带给你盼望的信息 权能时间 《小卫柏牧师》 很想听到你的分享 请寄信给我们 直至下星期 请记住 让你的盼望 而不是伤痛 你塑造你的未来 和追求来 《小卫途》 全2位 这怎么不能够 不是晋转吗 它就好 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